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全美房地产市场在进入2014年以后 业界普遍地认为 房市将保持稳定的增长 由于利率相对继续维持在低位 房屋的需求量将保持强劲 但是房屋的开发商可能将面临建筑材料短缺的困境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地产资讯会 美国的房地产业终于出现了恢复的势头 可是建材的严重短缺又为这一好消息蒙上了一层阴影 据全国住宅建筑商协会公布的调查显示 在24种主要的材料中 像木材 爆花板以及墙板等使用率最高的材料 都出现了严重的短缺问题 经济学家表示 上次建材严重短缺是在2004年到2005年 可是当时的新建住房的数量 却比现在新建的总数要多出了近两倍 建筑材料的严重短缺导致了价格的大幅上涨 而这种不稳定的因素 可能会成为阻碍房市付租的一大愚患 近期在上海举行的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上 流行音乐教父迈克尔杰克逊生前曾住过的豪宅 以1950万美元上市出售 目前一个中国的投资基金很有可能成为他的潜在买家 这套位于拉斯维加斯 占地1.81亩的豪宅 设施齐备 仅主楼的面积就达到了8500平方英尺 庭院里还有一栋小型的哥特式的教堂 另外还有一个网球场和一个篮球场可供娱乐 迈克·杰克逊从2007年就一家人居住在这栋豪宅内 直到2009年去世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曾经有国际巨星居住过 近4年的时间 这栋豪宅的市场价就上涨了500万美元 住豪宅如今已经不是人类的专属了 纽约的鸟类率先完成了他们的豪宅梦 一位自称是鸟类建筑设计师的街头艺术家 在纽约的SOHO区安装了它最新设计的鸟舍 这些鸟舍不仅仅是简易的小鸟庇护所 设计中还包含了众多的高科技元素 其中包括伪装涂料和绿色屋顶 以及重力喂食器和吸引小虫子的太阳能LED灯 这些鸟舍尽管作为一种街头艺术出现在纽约的街边 可与大部分转命的街头艺术不同 由于它的实用性将会永久地保留下来 拥有自己的房子 房子就是您最大的财产 如何保护好它是每一个屋主要考虑的问题 我们从一些社区的新闻中经常可以看到 由于一些华人民众的居家安全意识不强 房屋成为了偷盗者光顾的目标 究竟居家如何防盗 美国最常见的防盗方法是什么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本期话题居家防盗有绝招 我们为您请来防盗专家程旭伟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Michael你好 欢迎您做客安家纽约节目 今天我们要说说居家安全的话题 一想到居家安全 可能民众就想到如何防盗 那么从中国移民来的民众 我想可能很熟悉这样一个场景 就是说在中国我们看到很多时候 每家每户都装上这个防盗门防盗窗 所以严严实实地把这个家给包裹起来 所以很多人说这个小偷可能是满街在跑 但是把自己呢 就关在一个戒备生严的一个监狱里面 所以这是中国我们经常想到的防盗的一个情景 但实际上在美国很像这种情景 并不是常见的 对 这个为什么美国没有见到像中国大陆这种 就像你刚才讲的是笼子的问题呢 就是因为美国啊 就是它在安房 居家安房器材方面 它的技术已经走向非常成熟了 所以说我们大陆普遍使用的那些 比如防盗门啊 防盗窗啊 在这里就 其实不流行了 其实就不是很流行 所以你刚才说到了实际上在美国这种防盗的系统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了 有一些更先进的更有效率的一些这个防盗的一些产品 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你带来了一些这个防盗方面的一些产品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 现在在美国比较流行的是有哪一些这种保安的防盗的一些产品 那以我的这十几年的经验我把它归类到四个大象 特别是在居家防盗的器材方面四个大象 那第一大象摄影监控系统 对 摄像头 对摄像头就像一个眼睛一样 这些呢都大家应该在很多的大街小巷 在纽约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得到 这是第一个大例 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平时大家应该了解的那个叫做警钟报警系统 警钟报警系统 对 所以我看下面很像就是一个喇叭的这么一个形状 对 它这个喇叭是超级干扰 非常刺耳的 刺耳的那种响声 然后这个灯看到红色的灯呢就是一个警示灯 它在响的同时这警示灯也同时会亮起来 一直在转 对 所以这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会起作用 这个呢就是说在小偷一旦触发了那个警那个系统 他这个系统就开始就开始报警了 就报警 所以有的小偷比如说他破马尔路 或者采取一种方法来讲的话 就进入你的这个房屋就触动了这个报警系统 所以这个就产生作用了 对 那第三个我们讲到一种门禁系统 门禁系统呢就是大门的 通过视频的一个一个记录 就把这个住客进出的情况记录下来 便于查找 这也是一种一种那个专业的就是说门禁系统 那第四种我把它归到有一种可视对讲系统 可视对讲系统 又可以看又可以对话的这么一个系统 就是又可以看到门口的状况 也可以跟visitor就是一个来访的客人进行一个对讲 尤其在纽约有很多一些独居的老人 他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 他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可视的一个对讲系统 来看看有的时候他的护理来了 按下门铃他就可以看到 而是自己护理来了他按一下这个门就可以给他打开了 对是不是这样子 对非常恰当的比喻 对所以我们该介绍的基本上这个防盗的有四种系统 我想这个这个摄像系统应该民众比较熟悉 这个报警系统我倒是第一次见到 所以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居家要安装这样的一个系统来说的话 我们就先举两个例子 一个摄像系统一个报警系统 到底安装哪一个会更好效果更好 这个问题问得好 以我的建议 两种系统如果说你真正的把它结合在一起组装的话 那就会达到一种最佳的效果 之前你也带我们去一个家庭里面去实地地去看一下 一个家庭究竟在哪些地方 什么样的方位安装这个监控系统和警钟系统 我们一起来看看之前我们拍的视频小片 我们一起来看 然后我们拍的视频小片 认识说一个完整的系统 自己的房子请了一个高科技智能保镖达到24小时监控 摄像头就好比房子的眼睛 而警钟就是房子对外报警的嘴巴了 想要安保的作用更佳 正确选择安装的位置是至关重要的 在安装前 Michael对房子室外和室内的情况仔仔细细地查看了一圈 然后挑选出安装摄像头的最佳位置 像这栋房子想要正面被完全保护 需要安装几个摄像头呢 比如看这栋房子 这个房子的正门是从这里进去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位 所以说我有这个经验 我是觉得这个门口只有一个镜头都可以把它遮住的 但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客人会装在这个附近 如果说自己主人家或者说人进来的话就可以看得到 那在这个房子的前面 这应该是一个车房 那从这个房子的结构来说 我会建议这个镜头应该是装在它的左手边 那镜头我是不建议装得太高 因为太高的话 你只是镜头上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头顶 所以说镜头有条件的话尽量装低一点 有些客人是在担心 他说镜头装太低的话 可能会被别人偷走 我觉得这个针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镜头本身你装好以后就是把它的周围发生的一切的东西是把它录影下来 如果有人来偷镜头的话 那完全呢 它所做的东西的 所做的一些动作已经全部被录影下来的 好 所以说这就是镜头的功能 相比较正面 这栋房子最容易被窃贼乘虚而入的就是房子的侧面了 现在我们看看房子两侧怎样安装摄像头 在这个部分呢 因为这个地方呢 看起来都比较隐蔽 我建议就是一定要装一个镜头在这里 因为这为什么要装摄像头 就是因为它这侧面有一个window 这个地方是最容易被小偷闯入的地方 所以说要保护这个窗户就是必须装一个摄像头在这里比较好一点 这个镜头放在这里 因为它数字很多 所以要看装的位置是非常非常要看清楚的 也不要太外面 因为那个树的数字会挡住的 那在侧面这方面来说 因为这侧面呢 它有两个window 在一前一后了 那从我这个房子的结构上来说 我会建议把这个镜头 当然是装在 不是装在前面 就是装在后面 我会建议把这个镜头装在后面 那个后面往前面照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达到更佳的效果 这栋房子有一个4000平方英尺的空地 而且后侧门窗众多 所以房子后侧也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地方 我是建议这个房子后院 你主要是要保护到自己的窗跟门 所以说并不是要看后院 就像这种 你看到这个结构的房子 我是建议是这个镜头放在这个角落 这个角落呢 好处在哪里呢 这个角落呢 这个角落 装的镜头呢 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corner的房子 也可以看到这个门 还可以看到这几上的门窗 这个角落全部被一个镜头就可以cover掉了 这一面呢 因为就只是一个很大的窗户 那我的建议是这个镜头可以装在后面 往这边前面的燕子照 那这个不管是从左边进来还是右边进来 你完全就可以全部把它cover得到 这栋房子我现在所看到了也只给大家看了 这栋房子至少要安装六个镜头 才可以全部cover到这个房子的一个四周 当然有些如果说有多 可以多一两个镜头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六个摄像头就可以将房子的外部全部监控起来 那是不是只要安装了摄像头 就一定万无一失了呢 如何了解摄像头是否正常工作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在上半段的节目中 Michael为我们介绍了常见的防盗器材 以及安装摄像头的最佳位置 想要摄像头起到绝佳的监控作用 了解摄像头是否正常运作就非常重要了 下面看看平时我们都需要做哪些常规的检查 最简单跟大家提醒一点 我们专管的外面的摄影镜头 但是呢里面有一个录影机 录影机就是一个DBR录影机 会跟这个摄影镜头是连接在一起的 那这两部分的话 有一部分呢 如果说不工作的话 那这个摄影机 整个的摄影系统呢 这个也是不工作的 所以说有些观众朋友 可能就认为 我里面屏幕看不到一两个镜头 这才是不工作 但是你最关键的 要看清楚 这个机器里面到底有没有在录影 录影状况下 如果说机器不录影 你camera是工作了 那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我建议的大家就是说 在每两个星期或者说一个月之内 给它一个检查 怎么检查 就是说你把它试 playback一下 就是说让它回放 回放一下看看它里面有没有资料 回放出来 如果说有回放出来 有资料 说明说这个机器是工作正常的 聊完了房子的眼睛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 这房子的嘴巴 警钟防盗系统 那这房子的嘴巴就是我们叫的一个警钟暴警系统 那我今天带来一个部分的警钟暴警的系统的一些器材 像我手上现在拿起来的是 这是一个感应器 这两种感应器就是说出发 是可以就是说通过感应器 然后把这个信号直接传给警钟器材的一个中央处理器 中央处理器再把这个信号直接传给监控中心 然后就达到了一种报警效果 那它是怎么样子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响声呢 那我现在左手上摆了另外一个 这个就是一个喇叭 还有一个警示灯 这个呢 是会发出一个巨大的响声 也可以吓阻一个小偷 我上手上手脑的那个我们英文叫做keypad keypad就是一个警钟键盘 当你把密码按进去 那就把那个警钟就解除了报警 当你又离开家的时候 要把密码打进去 那这个呢 警钟系统呢就启动了 说万一你不在家的时候 小偷到你的房门进来的时候 那就会立即报警 因为小偷不知道你家的密码 所以说密码只有自己的家的主人才知道 所以说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家就是一个保险柜一样 开门也要密码 关门也要密码 感应器和报警器是警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刚刚Michael为我们展示了两种不同的感应器 这两种感应器有什么区别呢 都分别适合使用在什么地方 那我手上所拿的这两个就是说感应器 一个感应器刚才讲过了 那个就是一个红外线的感应器 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磁性感应器 那红外线感应器刚才讲过了 通常都是装在我们的客厅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一个大客厅 那正常情况下 它的应该我们现在所占的是大概是300尺左右 那我建议在一个角落上 通常就放在一个角落上 好 装一个感应器放在那边 那感应器呢 它是一个它是一个扇形出去的辐射 所以说它这个区域里面呢 它全部呢都都可以搬 都可以cover进来 所以说呢这个环境 如果说你要真正的要装一个感应器 可不可以cover到感 那个这个环境呢 完全足够的一个感应器就足够了 我手上拿了另外一个感应器 那个叫磁性感应器 磁性感应器通常我们是装在一个大门 边门 或者说是窗户上 那比如说我现在站在一个侧门的旁边 我就简单地示范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那正常情况下 这个感应器呢 有两种安装的方法 一种安装的方法 这可以直接跟贴在那个侧门的一个上沿的地方 另外也可以把它的贴在一个侧面的地方 那侧面它是通过松开接触松放开的那种 可以达到一种报纸的效果 安装了警钟和摄像头 就等于为我们的房子 请了一位24小时的高科技智能保安了 那像这栋2500平方英尺的房子 安装全套的防盗装置需要花费多少呢 我刚才看过这个房子里面 总共有2500尺的一个房子 那我们讲的那个镜头部分 镜头部分呢 以普通的镜头 刚才是算了是六个镜头 那六个镜头的那种报价 包括安装 刚才所提出来的优求 客户的优求 大概是在2000块钱以下左右 我们可以说是左右 那如果说警钟部分的话 全部保护 也是说按正常的那种 普通的优求客户 大概是1500块钱 那月费呢 就大概是20块那个月费 每个月的警钟的月费 那整个加起来大概就是说 3500块钱左右 这个是包括了一个摄影 摄影监控系统 以及警钟报警机 Michael你看通过这个小片 我们非常了解了 一个防盗系统的一个工作原理 那么尤其介绍了警钟和摄像头 就像我们的房子 安装了眼睛和嘴巴一样 现在我有一个这个疑问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居住的地方治安很好 是不是我就不需要安装 这种防盗系统了呢 这一点主要是看 朋友的一个危机意识 我就举一个例子 我们华人朋友最喜欢的 一个卑赛区 前几年 我记得五年之前 这个区是非常好 后来为什么 慢慢这个区的盗窃率 越来越高呢 这大家一看就很清楚了 就因为小偷就是 往往是抓住了 我们这些民众的一种特点 往往就越来越多小偷 光顾这些区域的 所以你刚才说了 无论是治安好和治安差 都要有这样的一个防盗的意识 那有的时候 安装了这样的一个防盗系统 反而给房屋 可能会今后带来一个增值的效果 同时还在税务方面 在保险费上面还有一些好处 在一个房子里面安装这些安防设备的 对这个房子是有一个增值的作用 每个安装公司 帮这个房子安装的警钟报警系统 在安装完以后 都会给它一个安装证书 当你们去购买房屋保险的时候 利用这个证书 就可以得到一个减免价钱 所以保费可能还会降低一些 对对对 很多观众朋友可能还不是很清楚 是 而且你刚才在小片里面有讲到 整个安装一个防盗系统的 一个基本的费用 那可能民众也要问说 除了这个基本的安装费用 付完了以后 是不是日常平时 有没有一些维护费 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开支 在这个防盗系统上面 防盗系统刚才讲都有 我们主要主流上有两种 一种是摄影监控系统 另外一个就是说警钟系统 在摄影监控系统 当它结束安装以后 不需要付任何费用 给安装公司 但是在警钟这一块 在警钟这一块 当它安装完以后 除了你要付给警钟公司 一些安装费用外 每个月需要交的是一种 监控报警费 这个费用主要是要付给 报警公司 所以你刚才说的 安装警钟以后 就是你平时维护 就是一旦发生报警的状况 它会把这个警报 送到一个监控中心 这个监控中心 再传输到警局去 然后采取行动 那这个监控中心的费用 基本上一个月 是什么样一个收费的方式 我们现在普通的会员 是介于30上下左右 这样子 对 好 非常谢谢Michael 今天给我们做的介绍 不过还有三个观众 要向你提出一些 关于居家防盗方面的问题 我们来进入今天的 你问我答 我可以在网上购买摄像头套装 自己安装吗 请问视针头是可以录印的吗 如果安装了警钟可卸针头 可是我家里还是背道了 安保公司会排成我们的损失吗 Michael你看有三个观众 向你提的问题 第一个观众问的是 我可以在网上购买摄像头 套装自己来 来安装吗 完全可以 本身也可以自己动手去安装 但是如果说要真正的 要达到一个非常专业的效果 那也建议观众朋友 可以把这个安装的 找一家比较 对 工作 交给一个专业的 专业的安装公司 因为毕竟有些部分 还牵扯上比较专业的东西 第二个观众问的是 摄像头是可以录音的吗 就是不仅能够拍下图像 还能够录到音 摄像头是可以录音的 但是这也有分为两个方面 摄像头如果说在私人的场所的话 录音的话 那就可以不要出示告示牌 如果说你在摄像头在公共场合的话 你要录音 一定要出示告示牌 这样子的话才不会触犯法律 第三个观众问的问题是 如果我安装了警钟和摄像头 可是我家里还是被偷了 这个安保公司会不会赔偿我们的损失 其实呢 安装公司 安装公司 顾名思义 就是说它只提供帮你安装 然后呢 就是那你安装设备以后 这个工作是正常的设备在工作 那至于说万一被偷了 应该有房屋保险啊 各方面去进行cover 非常谢谢今天 Michael做客安家纽约 给我们解释了一些防盗居家 安全的一些产品 以及工作的原理 那么除了安装这个防盗产品之外 我们还有哪些居家小提示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小编的建议 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4点 是盗窃的高发时间段 出门时一定要关好门窗 做好方法 不要将贵重物品摆放在比较显眼的地方 以免引起注意 贵重物品要存放到相对隐蔽的地方 特别贵重的财物最好放到银行的保险柜中 都与邻居沟通 一旦发现家附近有陌生可疑车辆或人员进出 要及时记录车牌号等重要信息 一旦发现正在作案的窃贼 要避免与犯罪分子正面冲突 及时拨打911 寻求警务人员帮助 如果已经安装了防盗系统 要将安装警示标牌束在门前 这样可以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 安家纽约节目就是希望成为您安居置业的顾问与帮手 您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箱 把你们的建议和意见告诉我们 凡是向安家纽约节目组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的观众 都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这本 美国房产投资指南 另外你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 Facebook和Twitter来关注我们 与我们互动 获取第一手的房产资讯 想观看本节目更多的精彩视频 您可以登陆美国中文网和YouTube 好 感谢您收看安家纽约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